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武汉防疫设立反思的第15集 通过武汉疫情这几个内容 主要我谈一谈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日本脱亚入欧150年的时代 基本结束 大家记住这四个字 脱亚入欧150年的时代 基本结束 现在开始 日本要回归亚洲的时代 日本的脱亚入欧 就是我上一集给大家讲的 在日本一万元的 那个钞票上的人物 福泽预机 它有一重要的文章 叫脱亚论 以这篇文章为代表 日本开始脱离亚洲 这篇文章是日本历史上 一个划时代的代表作 如果说日本从哪个时候开始 脱离亚洲 最恨亚洲人 最看不起亚洲人的 就是这个开始 那么在这个之前 还有一本书 叫文明论的概论 也是他写的 但是由这篇文章的 比较明确 就是脱亚论 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事 他提出这个思想 离今天大约150年了 那么这个时间 和中国对应的是什么时候呢 正是李鸿章 曾国藩 张之路这个时间 他为什么提出呢 脱亚入罗 他就讲 中国是一个半世不活的国家 是野蛮国家 这个福泽预计 就是把亚洲人都污蔑扣 说中国是猪罗 是猪 是野蛮人 那么一定要通过战争解决 所以日本 整个按照 这么一个脱亚 加入欧洲的这个步伐 全盘细化 结果日本在全盘细化的时候 我上一集就讲了 就和 那个军国主义 武士道的精神 以弱肉强食结合 他一下子这100多年来 就走过这个路 那么呢 正因为这一个路子的开始 日本的国民 就形成了一个西软帕性的民族性 日本国民的有一个民族性 西软帕子 是按照野生动物的自然法则来看得到问题的 是优胜裂胎 我遇到狮子我就怕它 我遇到羊我就吃它 所以日本的民族性 在这150年来 给塑造成一种狼性的特点 日本不是老虎 日本属于狼 他把中国当成羊 他遇到老虎他怕 他遇到羊他要吃到 那么日本的民族性 就在这100多年当中 被文化基因给改了 他的文化基因突变 本来日本这个民族 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 本来是敦厚的 很好的 结果就因为这个福德玉基 这一批人 入欧 否定自我 把自己彻底否定 把亚洲人彻底否定 日本变成了狼性的一个 民族特别 日本人骨子里边 最怕的是谁 最恨的是谁 你要研究 他最怕的 最恨的是美国人 而不是美国人 大家要通过武汉移情 整个这个要分析 为什么 他怕美国 美国硬 为什么怕美国 美国 直到今天还在驻军 枪杆在里面出政权 美国军队就在他国家的领土上 1945年 日本战败 两个原子弹 人的地上两个原子弹 是打给日本的 日本能不恨美国吗 美国人第一次派船 在中国亚洲战争 184年之后 十年左右的时间内 侵略日本 等于日本对美国 那简直是又怕又恨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呢 南怀景 咱们的国学大师 曾经讲过一个事情 我读南老书 读了一二十年 曾经有一个事情 在1969年 日本邀请国民党的 何英卿将军到日本访问 都是军界的人 何将军就请南怀景先生 一块到日本出访 在出访的时候 1969年 这个时候大陆正在发生 农化大革命 在出访的时候 由于何英卿将军是军人 这个代表上 以军人为主 结果到了日本以后 发生个事 日本人 就给中国 谈诗歌 唐诗诵词 谈这 何将军带的一批人 都是军人 不懂这个事情 那么要不是南怀景先生去 都丢大人了 日本为什么 日本就是 笑话中国人 他没有想到 何英卿将军的军人的 访问团里面 竟然有一个大文豪 南怀景 一下子把日本人给震灰了 日本其实是米式的 他故意让他出访 结果就在这个访问当中 一个日本人就说 他我们日本啊 在1945年战败了 是败给你们两个中国人啊 这大家都不知道 他说你从哪两个中国人啊 他说一个败给你们 屈原啊 屈原是楚国的 我们中国的大诗人 屈原啊 另外一个败给你们苏武了 苏武牧羊啊 汉招的到匈农去牧羊啊 苏武牧羊 大家观众们都知道啊 那些武将们都不知道 日本人在说的什么事 南华景先生啊 一下就明白了 什么两个中国人啊 屈原素武啊 屈原是什么呢 等于日本人屈服了美国的原子弹 简称屈原 日本说的素武不是中国的汉朝的素武 是苏联的武装 简称 是以败给了两个中国人的名字 其实是败给了苏联的武装 美国的原子弹 没有败给中国人 他用一种弹诗 宋词 来让你中国人 没文化来丢人 他让这里败给两个中国人 说明我根本没败 你没败给你中国 我败给的是 那些武装 你的文化也不行 你的武装也不行 文武都不行 可是日本呢 由于托亚入欧 他入欧 他是为了什么呢 富国强兵 打仗 也就是说 托亚是为了脱贫 入欧是为了致富 但是他到了欧洲 他还是东方人 他的文化的血脉 还是中国的大唐时代 他是前唐使 还是大唐时代 所以他的文化都没变 文化是中国的文化 他相当于是 入欧是为了脱贫致富 他永远进步了 欧洲的那圈子 现在世界上的G71会议 世界上七个大国的 发达国家的会议 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 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尤其是2010年前后 中国以 彻底继续超过了日本 马上再过十年左右 就超过美国 日本看到这个大趋势了 去年 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贸易 日本做贸易外贸 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已经比美国大了 美国 日本 在美国的贸易的额当中 只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而中国这边 已经快接近四分之一了 二十多了 经济上 现在中国厉害 他不再完全依靠美国了 美国的特朗普上台以后 又对日本办了很多美国优先 美国利益 第一的事 日本也占不得什么便宜 这时候要靠中国 那中国又强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通过武汉疫情就注意 日本用的软实力 在让中国看反应 文化的软实力 那么在今天 这个时代下 日本 脱亚的时代 已经结束 英国在脱欧 日本也在脱欧 大家记住没有 日本不再脱亚 日本要归亚 美国给中国要脱钩 日本和中国要挂钩 这个时代 等于美国和中国要脱钩 日本反其道行之 美国靠不住 美国要中国挂上钩 就像这个火山和火山 有一个挂钩 挂钩 美国脱钩 日本脱钩 然后呢 英国脱欧 日本脱欧 整个大格局的趋势 这样你看到这个趋势以后 就特别明白 武汉移情 日本正在从战术层面 往战略层面 逐步转移 那么呢 日本150年来 脱亚入欧的时代 基本结束 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大约再过十年 就可能看得更加明白 那么下一集的话呢 我就要讲另外一话题 日本明治为新的时候 张之洞提出来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重 这两个国家 都在搞洋务运动 他们的急局 怎么思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